南天门所有标定的目标 覆盖射击 最大技术 这时李斌又追着过来了 原来是阿易所率领的第二梯队 早就憋不住从侧翼发起的杨公 如果主攻迟迟跟不上 杨公就是自寻死路 于是于孝卿命令炮群 集中打击西岸左边日军第一防击 这是拯救生命 然后转身要过将去还欠下的寨 也就是自杀 李斌将于孝卿的一举一动都会暴点唐鸡 唐鸡赶紧来到山上 望着远处的身影于孝卿将枪上了他 要去逼个那个家伙 准备了两年的进攻 把你几十分钟拆了个干净 此言一出 于孝卿顿时下不去手了 因为唐鸡不但看着他长大 也是他父亲唯一的幸福 可是这样一来 他也没办法再发动进攻 因为南天门上的大雾已经散去 不料唐鸡去安慰他 军部已经发来电报 嘉奖于是这次的火力侦查 于孝卿顿时愣在原地 随后便是无穷的怒 于是前锋两时变后 光送到军部的报告就能堆满整个屋子 我连下辈子的力气都拿出来失望 这叫火力侦查 你几百万胖子 几万万同胞 他就是个侦查 近千人的牺牲 换来的只是国军文书上 一具轻飘飘的火力侦查 这已经不是讽刺 这叫无耻 而炮灰团此时已经陷入绝境 他们的人数本就不多 还要面对数千头鬼子的围攻 但他们应是靠着坚固的数本 打退鬼子十几次冲锋 南天门上战斗之激烈 声音都传到了对岸 这让于孝青再也按捺不住 说什么也要过疆拼命 唐鸡这下也绷不住 可就在此时 一个炮兵却忽然前来报告 他们已经做好了开炮的准备 而唐鸡接下来的军动 彻底把于孝青整不会了 该怎么打 就怎么打 军里面还要放松跑你 给我狠狠地打 打死那些小鬼子 于孝青还没反过来 数不清的火炮就发出了怒气 满天的炮弹瞬间淹没了南天门 虽然这炮火来持续酒 但总算给了炮火人一丝希望 好在此时张力线又带回一封电报 正是于孝青所写 两天并攻上山头 其间将势力提供一切援助 与你等 共守南天门 孝青 大伙兔骂于孝青言而无信 唯独容文章知道 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 甚至这两天是真是假都要另说 而这一切正如他所想的那样 之前的炮火支援并不是本会兵 而是唐鸡打给上面的人看的 听着隆隆的炮声 唐鸡却突然和于孝青谈了起来 你一向受气中 现在就被假受气中了 连那些想看你倒霉的人都知道 你是真的要打的 那到真的要打的时候 尚方知道 该让谁来领域 于孝青顿时就说不出话 在攻打南天门之前 他从未想过敌军不在日口 而在国军的内部 这让于孝青难以接受 可唐鸡知道火候到了 便趁机提出条件 缓和于孝青的神经 于是唐鸡又抛出了谈判桌 他告诉于孝青主攻是争不到了 但是军需和物资这些实在的 他这个叔叔一定帮他装进口袋 这话把于孝青人都听诈了 可唐鸡却突然说 只有这样于是才能发起进攻 而于孝青打仗一把好手 观念上的事就是个铁罕汉 他居然还珍惜了 今天 不是个三两天的 见唐鸡还在打马无言 于孝青终于憋不住了 要他一定拿出确切进攻时间来 于是才有了炮灰们收到的电报 你这刘传长熊 那是好样的 检手两天的一点问题都没有